在庞泊的黑暗中点亮道路 在禁忌与束缚中走向自由 消除命运的叹息之强 一起探索和追寻一条深红之路 比红多一些深邃 比黑多一些热烈 在这个具有百年历史的剧院里 一同来品读蓝星绘制的女性 很多人都把嫉妒和女性挂钩在一起 它其实只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情绪 如果要给它赋予一个色彩 那么一定是红色 当女性你把你自身的魅力散发出来的时候 可能你也找到了自己在职场上 最佳表达的方式 在提到女性赋权的时候 不要仅仅局限于经济 而是要多维度地去考虑 我们如何能够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 与其让别人 或者让这个社会定义自己的美 不如自己找到自信 自己来定义自己的美 TED是一个非常 有灵魂碰撞的地方 希望大家能够通过 跟我简短的接触 能够懂得听懂音乐 时代正在帮我们把内扇门开得更大 各位女性朋友 快点打开你那风存已久的事业企图心 并请回答我 你准备好了吗 谢谢大家 请从现在听你内心的声音 想一下你想怎样去过你 接下来的声音 我们开始学着自己保护自己 我们要保护自己远离黑暗中的那双眼睛 我们要实现和优雅之间最后的一毫米 就是摔碎这个词 彻底地忘记优雅 我们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的教养 我们要超越自我 自我的女性 我们要多方面地 多维度地去提倡女性绝情 我希望大家能带着这份好奇 去见闻 去见识 去亲身体验这个世界 去获得见解 而你将会成为那个灯塔 去照亮每一个后面来的人 当然最后啊 我衷心地希望 咱们每个人心中 还是都能够找到那个健康美 和文化美的和谐和同性 优雅之间